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控罪说林卓廷分别涉嫌在去年12月30日 今年1月21日和7月16日 在无合法权限和合理辩解 披露一个受廉署调查人士的身份 林卓廷在廉署逗留大约一个半钟后获准保释 案件下就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 母线电视机者关口为报道 12个涉及刑事案的港人 部分人被内地起诉偷盗罪的案件 下午在深圳审理 在深圳盐田法院门外 部分出入口为高大概2米的水马 行人路友都被封锁 有公安在门外住手 12个涉及刑事案的港人 其中2个人被内地当局起诉 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 其余8个人就涉及偷越边境罪 协助教授的12港人关注组早前说 有教授接获官派律师的控制 案件下午2点半 以视像方式在盐田区人民法院开審 屯门至赤立国北面连接路 开通之后第一个工作日 交通大致畅信 进入屯门赤立国隧道前的农库路 在朝早繁忙时段一度出现车路 不够10分钟就消散 农运巴士 六条来往新界西北 和北大鱼山的路线行新路 车程缩短 车费也下调1.9至12.7不等 路程短了正常是应该的 不用这么赶 因为如果我们赶不到这一两班车 有机会迟到 如果今天预计可以快多少 我希望可以半小时 我们坐A34巴士线由元朗洪水桥去机场 大约50分钟到达屯门北面连接路 快很多 又舒服 最紧要是方便 我们等人玩 试试这个情形 看看是怎样 省了很多时间 要多少 起码都省了几个字 快了很多 因为平时要一个多小时 但现在半小时已经去到机场 而且很暢顺 巴士过了团赤隧道 5分钟后 就到了机场客运大楼 车程1个小时10分钟 运输处提醒 巴士改道后 不会逃经青鱼干线巴士站 乘客如果要转成其他路线 可以在团赤隧道巴士转成站转车 警方在天水围追捷可疑私家车 去到屯门将车接驳 拉了个男司机和一个女乘客 司机受伤送远 他涉嫌停牌期间驾驶 和在药物影响之下驾驶等等 大批警员在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整才街 包围可疑的私家车 拉了个女乘客调查 警方说涉案的私家车凌晨1点多 在天水围天朗路冲过警方的路障 驶到屯门公路的时候逆线行车 多辆警车最终将车截停 司机逃走的时候被警员制服 混乱里面受伤 追捕期间有电单车和私家车被撞 私家电单车的司机受伤 英国《卫报》报导 中国主英大使刘晓明将会离任 由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接任 64岁的刘晓明 2010年上任中国主英大使到现在 比一般大使的四年任期长得多 不过英国《卫报》报导 他即将离任 刘晓明经历了中英关系最好的时期之一 2015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去英国国事访问 更是他主英大使生涯的巅峰 不过近年英国禁止当地网络 使用中国电讯设备商华为的设备 以及英国批评港区国安法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并修改英国国民括弧海外护照 即是BNO的居英条件之后 中英关系急转直下 刘晓明也都摆出强硬姿态 多次以严厉措持反击英方对华的批评和行动 刘晓明离任之后 据报将会由现任外交部副部长 郑泽光接任驻英大使一职 郑泽光曾经在英国留学 自1990年以来 一直专注处理美国外交事务 包括曾经担任中国驻美公使 外界之前估计他会接任驻美大使 有内地学者分析认为 中方选择郑泽光接任驻英大使 是与目前中英关系的核心 即是金融服务合作 被受中美国力影响有关 无线电视记者曾为进报导 港股是先跌后升 金融股带领大使向上 有帮升百分之三 和港交所系齐齐创新高 内地监管部门要求蚂蚁集团整改 持股的阿里巴巴 就算是扩大回购的规模 仍是百分之七 去到近半年的低位 是半日表现最差的蓝筹 腾讯和美团跌百分之四至五 限制大使的升势 内地调整医保目录 医药股普遍做好 药名生物升百分之四 创新高 恒指最新表现 暂时报26367点 刚刚跌了22点 总成交超过1100亿 恒指科技指数下跌266点 最活跃港股方面 腾讯控股下跌27元 阿里巴巴跌16.4元 美团下跌16.2元 小米集团下跌5号 京东健康下跌10.4元 盈富基金下跌4仙 吉利汽车升1.05元 阿里健康跌2.7元 海耳自家升1.25元 中国平安升1.5元 看看其他主要蓝筹股表现 汇丰控股下跌1.5元 邮邦保育升3.2元 中国移动升1.5元 港交数升4.2元 中华煤升6线 恒生指数期货 即月下跌1点 总成交13万多张 看看中国股市指数 上证综合指数升4点 深证成分指数升48点 日经平均指数升162点 美元匯价方面 日元是103.52 英镑是1.3565 欧元是0.7609 欧元是1.2213 全体港元匯价 美元是7.7522 日元是7.4879 欧元是9.467 英镑是10.5159 瑞士法郎是8.7103 加元是6.0357 欧元是5.8986 新西兰元是5.5234 每百港元兑民币是84.08 倫敦黄金每盎司 是1,894.1 1,894.6 本港九九金 每两是1.7530 天地方面 天晴干燥 吹和换的偏东风 离岸的风势清净 1点钟气温是24度 相对湿度是55% 空气质素 健康风险 一般和路边的监测站 都是中 紫外线指数就是5 强度是属于中等 新闻报道完 再会